来 起来吧 好酒好散 赶紧吃了吧 吃了明天好上路 你说什么 上等下命令了 明天提前醒醒 不要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 姐 姐 姐 海棠 海棠 是我 我带你回家 海棠是我 我先来接你的 海棠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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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 没事了 我们一起回来月学 回家 跟我回家 来 大姐 上我车 大姐 来 这 来 走啊 海棠 嘿嘿 你 你 你怎么在这儿 又做个梦了 你这觉睡得太不踏实了 你出去 出去 出去 我 我去哪儿 这是我家 海棠 监狱的那一套我都知道 那都是吓唬你的 等你伤好了 我带你一个一个去报仇 你别提监狱行吗 能不能不提监狱 你报得了我的仇吗 你能报我的仇吗 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在里面 怎么竟说胡话呢 他们为难你了 你别碰我 你 出去 出去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想一个人待着 出去先吧 那我就在门口 你要什么吩咐我一声就行 好 好 我 醒了 吃点东西吧 来 我不想吃 我知道你在里面受苦了 但你也不能作践自己啊 咱们没有时间可以去浪费了 再过两天 不管你好不好 我们都得离开上海 我实话跟你说吧 把国领事之所以放过你 那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好不容易给林子上了那么好的学校 我走了 林子怎么办 林子的事好办 她住在学校里头反而安全 法国领事不知道林子这么一个人 再说 我们离开上海 我这些兄弟没离开啊 我让他们照看林子 好不好 不行 我不放心 那我妈你总放心吧 还有 我想好 咱们俩去南京 我那边有兄弟 找个落小的地方 还是挺容易的 就当暂时避避 行不行 不行 要走也是我一个人走 为什么要扯上你 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哪 外面有个叫于 于李凡的 找海棠 嘘 海棠 我朋友刚刚通知我 他愿意把他公共租界的房子 借给我们 这是我家 他的事现在由我做主 你好歹也尊重一下我的意见 不行 海棠又不是你一个人救出来的 他愿不愿意跟我走 你应该让他自己说 那行 你让自己说 让我跟他把话说清楚 你走吧 我不会跟你走 海棠 就算你埋怨我 我也无所谓 但是我求你跟我一起离开这里 于先生 在北平我救过你一次 来上海这么久 你帮我很多 我们俩 就算是扯平了 从今以后你走你的路 我过我的桥 放过我吧 求求你 海棠您让我放过你 海棠您让我放过你 于丽凡 你好歹也是个独书 你也是一个有身份 我都听明白了 你就不明白吗 我早就说过 我们不是同一路人 你是喝咖啡的命 我是喝白水的命 不要再逼我了 我后悔了 我发现我永远都追不上 你的梦想 我跑累了 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 对不起 我打扰你们了 海棠 这我就得批评你 你好歹也松松人家吧 小香 我对不起你 海棠 你这说什么傻话 人命关天 我难道能见死不救吗 不过 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玫瑰 算了 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 反正 那个女人 我早就受不了了 你别想太多了 别难过啊 不过海棠 你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吗 如果离开了上海 你要去哪儿 回北平吗 不知道 我还没想好 如果要是连你也离开的话 我可就真的无依无靠了 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 我还能有点难解 你怎么能去哪儿呢 问你 我呢 我也是 还能去哪儿 吃临 你怎么会去哪儿呢 还我去哪儿呢 我于丽凡 愿意承诺接纳 顾海棠为我妻子 无论瞬间 或者逆境 富有 或者贫穷 健康或者疾病 我都会永远爱你 珍惜你 直到地久天长 你怎么出来了 多好啊 在家待那么久都快发霉了 出来透透气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你是特意来着火的呀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后天就走 去南京 真走啊 那法国老说的话 咱也不能全信哪 他谁啊 他想让谁死就让谁死啊 实在不清我弄死他 我能从里面活着出来 就算是我捡了条命 我认了 可是我不想这么 偷偷默默地过下半辈子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到哪儿都弄活 我也不想再连累你了 不过你放心 有机会我还会再回上海 海棠 大小姐 看看你真漂亮 可是你好像瘦了 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你的衣服都比你精神多了 最近家里发生点事 坐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过两天林子生日 我给他买了件衣服 你帮我给他吧 你怎么不自己给他呢 我送给他 我怕他不要 怎么会 因为你是他亲小姨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怎么对他 他都这么讨厌我 这么恨我 总有一天 他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这件事呢 就交给我好了 谢谢你 对了 海棠 我们这么久没见 你今天晚上到我家坐坐吧 我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不来 其实我过两天 就要离开上海了 今天回去还要收拾收拾 为什么要突然离开上海 惹了一些 不该惹的人 什么人 我去听你跟他们说 不然的话 我让我爸去解决 不用了 大小姐 放心吧 我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我不想让你们 因为我的事情绞进来 我很快回来 海棠 你救过两次 一次是救命 一次是救心 你知道你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人 要是你发生什么事 我帮不上忙的话 那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大小姐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外人 要不然 我怎么好意思把林子托付给你呢 放心吧 等我下次回来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好吧 可是 你要答应我 不管你在哪里 都要让我知道 都要让我知道 林子 来 看看这件新洋装 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 你别看 你别看 好 真漂亮 真好看 真好看 乖 林子啊 你要好好读书 知道吗 真乖 伯母 小香 海棠回来了 海棠回来了 小香找你呢 正好你在 来 送给你的 谢谢啊 可是你看 我也没有为你做什么 跟我还那么客气 你还没有为我做什么 你救了我 看看合不合适 好 伯母啊 来 这件是给您的 刚好 天冷的时候穿在里面 肩膀就不会着凉了 海棠啊 这得多少钱啊 挺贵吧 海棠啊 我怎么能收你 这么贵的礼物呢 别这么说 伯母 钱是个好东西 但是钱买不来感情 你们对我的感情 是用多少钱 都买不来的 千万别跟我提钱 妈 给你你就收吧 就当着儿媳妇的一片孝心 别听那瓶 快坐下 我要去南京了 想给你们留下一点念想 真的要走啊 伯母 来伤害这么久 给您和黄龙拼了不少麻烦 对不起啊 咱现在是什么关系 跟我还这么客气 变得都不像你了 大娘都不认识你了 伯母 我没有变 我只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要想做上斗人 光有实力是不够的 要穿她们穿的衣服 吃她们吃的东西 说她们会说的话 这样你才能在她们眼里存在 只有你在她们眼里存在 才可能跟她们挂上关系 只有跟她们挂上关系 我们才有翻身的机会 现在已经不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的年代 现在的大鱼 大小通吃 所以我们只能做大鱼 如果我们想重新回到上海 只能比有钱人更有钱 比有势的人更有势 说得好 你说以前我为你跑前跑后的 是不是没有功劳有苦了吧 那你要出去发财子 你是不是得带着我呀 你什么意思 我辞职了 辞职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回来商量商量啊 你以为你那差事 是容易来的呀 妈 这么多人在呢 你不太清楚 冯叔知道我借养鬼子的事了 他把我给卖了 那我还不得赶紧跑啊 这个老房 怎么能干出这么无情无义的事 太缺德了 妈 不生气啊 不生气 进来吧 伯母 您先回去歇着吧 我帮他收 好 那你来收拾吧 我歇着去了 行 去吧 你以为你赶鸭子上架 我就什么都依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应该把话跟你说清楚 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 我说 你跟他是不是真断了 对 以后再也不联系了 是 那不完了吗 我没别的要求 我全都是自愿的 这件衣服 本来是我要走的时候在送你的 试试吧 看看合不合适 脱了 特别合适 帅子有点短吧 不短 挺好 你不觉得我这次被关到寻补房的事情有些蹊跷吗 是 枪材刚刚交货 警察就来了 一定有人告密 陈小天 事情还没查出来之前我不想那么早下定论 能不能让你寻补房的兄弟帮我查一查 陈小天的枪是跟谁入的手 这事交给我好了 好 吴伯 这里剩下的东西 都帮我把它卖了吧 卖了的钱分给伙计们 不认识 我就这么突然走了 得给大伙一个交代 要不然我不安心 不合适吧 合适 听我的 大伙奔着我来 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我得给大伙留点积蓄 我心里才踏实 吴伯 保重身体 你也许多保重啊 海棠 你也许多保重啊 你就不能不走吗 有我在 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 干爹 如果我不离开上海 会连累很多人 也会欠下很多感情债 所以我必须离开 我想这世上最难唤清的 就是感情债 你要去南京怎么生活呀 放心吧 干爹 我还有存款 到了南京 我想开个运输公司 我有一些上海的朋友 也可以帮我 我打算从头再来 有骨气 干爹没有看错你 我到香港去治病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 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你九死一生 我去一点忙都帮不上 别这么说 干爹 您跟我说了那么多话 对我的教导 很受用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不管我顾海棠到哪儿 都会惦记你 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去了南京以后 碰到南丑 就言语一声 虽说原水解不了禁壳 但也别拿干爹当外人哪 谢谢干爹